中国的下个30年 除了消费服务业是超级浪潮 更重要的是 中国也会诞生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有超级公司诞生的时代来了 伴随着消费服务业 这个超级浪潮的崛起 未来中国会诞生 超级公司崛起的时代 我觉得有三条军规 第一条我认为是 高毛利下的总成本领先的能力 第二条是 系统运营能力的全面优化和胜出 翻译成通俗的话 就是管理科学资深 管理能力特别强大的公司 第三个就是迭代 就是组织进化力 产品进化力 品质进化力 和企业文化进化力 以及人力资源的进化力 那么中国有多少公司能做到这样呢 非常非常少 那么这样的公司 有这三个特点的公司 遵守好这三个商业军规 竞争法则的公司 一定会是大公司